女房东张淑金涉嫌喬诈房客,瞒着房客新增足令契约条文,巧立名目加收费用,房客付不出钱或退租就提告,检方依诈欺诬告,恐吓等罪嫌起诉,法院仍在审理。 另外她的友人眼科诊所院长卢雪玉,又控告张女茂用名义投资房屋装潢,并侵吞76万元受误款。 新北地院金天一位造文书罪将张女判刑4月,侵占受误款部分市政不足,判决无罪。 判决指出,47岁张淑金认识新北市板乔曲信和美眼科诊所院长卢雪玉,两人曾一起投资,近年翻脸后互提行民事诉讼。 2012年间,张淑金和哥哥张震盛许姓男子合作投资永和区中和陆毅户房屋因漏水严重,修缮费用高昂,许想退出投资。 张女声称可找卢雪玉加入投资。 2012月1月,冤定四人签署协议书,卢女没有报场,张淑金表示可拿回去给卢女签名,数天后他果然出示有卢女签名的协议书。 同年6月,许人坚实退出,四人再签下第二份协议书。 张女带卢女签下姓名,在旁家驻张淑金带等文字。 事后张淑金哥哥持未收到张淑金及卢女的数十万元资金。 2014年对卢女提告,才发现卢女根本没授权张淑金投资该户房产,卢女也因此对张淑金提告未造文书。 新北地院开庭时,张淑金坚称卢女有表明愿意投资,她经过卢女授权签名。 法院找来张女哥哥许姓男子作证,发现投资过程两人都没见过卢女, 且协议书送交刑事局鉴定笔记也证实与卢女字迹不符, 法官认定张女处犯未造文书罪。 至于卢女令控告张淑金隐门已代售出三只房屋, 为一约交付售污款76万余连部分。 新北地院发现该屋售出后, 旅保公司曾传简讯给卢女, 且将发票寄送卢女的户籍地盼张淑金无罪。 女房东张淑金突爆气资料照分享。